昨天上水返水货游行结束后 部分人在上水中心一带聚集 42人被捕 警方在Facebook发放影片 说当时有人意图袭击过路人 所以采取行动 谭晓彤报道 星期日游行结束之后 在距离终点上水东铁站200米的上水中心内 大批防部警员和速龙小队冲进去 制服大批人 期间有私放胡椒喷剂 挥动警棍 也有进入上水中心拘捕 时间一日警方没有开记者会 只是透过Facebook发布影片 说当日在游行沿途 有人破坏商店和喷漆 起步之后约20分钟 即是2点50分 怼头已经去到终点 警方说约半个小时后 主办单位打给他们 说游行已经结束 之后的活动和主办方无关 警方说3至4点 多次呼吁市民离开 到4点10分 在上水中心 有人举起山阵包围一个市民 意图袭击他 警方于是采取行动 封锁现场并且调查 是有人意图袭击过路的人 警方才采取行动 为什么不开记者会 只是透过Facebook单方面交代 警方回复说是希望善用社交媒体 用灵活互动的方式传达讯息 警方晚上再发稿 说行动之中拘捕了35男7女 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 涉嫌非法集结 藏有攻击性武器和集警等 又说检获一把15厘米长的水果刀 一支木棍和一支士巴拿 有份发起游行的北区区议员 确认当日3点多打过被警方 但只是问对方 不反对通知书去到5点 为什么对美未去到终点 就开始解封一些路 还有为什么在终点附近举栏旗 他说游行秩序良好 会向警方跟进 为什么调派大量防暴警员 去到上水一带 有线电视记者谭晓桃武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